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点指出 党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代表大会可设特邀代表 省以下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基层代表大会一律不设特邀代表 而在中共全国党代会上邀请特邀代表出席 这一安排最早建于中共十三大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记事记载 中共十三大时各选举单位选举产生的十三大代表有1936人 还有中央特邀代表61人 总共有1997名代表 此后 这一惯例得以延续 公开资料显示 十四大至十九大的六次党代会 均有特邀代表出席 中共十九大特邀代表有74人 特邀代表通常是有贡献有威望的同志 中共十四大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 曾这样写道 这次大会参照十三大的做法 中央确定了46位1927年以前入党 并在党内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 德高望重的老党员为特邀代表 特邀代表与当选代表一样 享有代表的权利 当然也就包括投票权了 邀请特邀代表出席党代会 首先体现了中共对老党人的重视和敬意 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邀请一些在工作中 积累了丰富经验的老党人出席党代会 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通过这样一种经验的传承 可以更好地履行执政的使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